与金市的东部是天神山山脚和广阔的天神野台地 农业兴旺 呈现着一片宁静广阔的田园风光 可是这里曾经是一片草木横生的花园 高原塘水渠是为了开拓保证必要的农业用水所建造的 高原塘水渠是至今360年以上的江户时代初期 用了两年建成的 为了从片贝川岸边的东山向天神野台地饮水 且小山的地表填埋天神山背后的高原塘山谷 在那里建造了木制的水路 关于这个工程有着诸种传说 当时水渠建设的南关就是填埋高原塘山谷 人们使用斧子、铁锹等所有都是人工劳动 但是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工程极为艰难 在当地的传说中 遍被川上流的南幼山谷的龙石作祟 因此为了正灵以仁柱来供神 就说用活人来祭神 在高原塘旁边为祭奠新生的人而建造的石碑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静静地注视着水的流淌 把一片荒凉的台地建成富饶的水田的高原塘水渠 是为生存下去 而参加建设的人们的殊死的 害人听吻的奋斗的结晶 今天生命的水依然滋润着天神也抬顶